夜旦假期冷嗖嗖 今晚平安夜又要降溫了 氣象署針對臺中以北 還有宜蘭和金門 共10縣市發佈低溫特報 提醒民眾週日下半天開始會有感降溫 中部以北低溫有機會下探10度 空曠地區和山區溫度 將會更低 玉山北風的玉山氣象站 經過一夜凍雨 一氣外都結了一層厚厚的冰 氣象站工作人員一早忙著 清除風力塔上的風速劑上積冰 好讓風速劑回復運作 週日上午六點 玉山溫度下探零下2.8度 因水氣充沛並未有溶冰現象 眺望整個山頭仍呈現冰風的景色 冷空氣接力報導 氣象署發佈低溫特報 週日上午雖然稍稍回溫 但下半天起又會再降溫 冷空氣逐漸南下的這個過程中 低於10度也就是說 藍色的這個色塊的部分 可能會到達台中以北跟宜蘭 這些地方 尤其是在近山區的這些秋林地的地方 都是有機會出現10度以下的低溫 週日到週二 北部 東北部和東部天氣感受寒冷 其他地區早晚寒冷 日夜溫差大 週二白天起 各地氣溫逐漸回升 但週四南方水氣移入 各地轉為有雨天氣 不過目前資料顯示 到跨年期間都不會再有冷氣團報導 專家分析 近期連續兩波強冷空氣報導 冷的時間比較久 民眾在夜旦節假期前後仍要留意保暖 注意溫差 至於跨年期間 因仍屬東北季風影響的天氣形態 規劃跨年活動要留意 影封面仍有降雨的機會 記者下長路上台報導 英國雜誌 記者等待他 記者 詐欣